各位网友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段视频 这里就是江门市河塘镇的雷暴村 暂时我在这里 顺着大路进去雷暴村 两边未看到村屋 都是工厂 仓库 这里最多就是家具厂 这里来江门市区 不是很远的 这些已经属于城中村 没有了田地 这里一片有三间这些古老的建筑 其中两间已经是烂了 没有用 第三间估计都是翻新过的 楼市宗池 说明河塘镇雷暴村这里是楼市宗族聚居的一个村落 四大天王 刘德华先生 他的组织就是江门市河塘镇 顺便说一下江门这里 又是一个明星之乡 香港很多艺园的家乡都是在江门市 这些村子里面有一个雷暴有医院 这是他们村里面有一个雷暴有医院 这些村基本上都建了新屋 因为江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 你近江门市中心这些土地 越来越值钱 不是建屋就是建厂房 建大楼的 有一个公德牌坊 估计牌坊后面的一座叫做德育馆 我看看这个公德牌坊 看到楼德华提的德育馆 是1997年7月1日 刚刚香港回归那天 乐盛典礼 这座就是德育馆 公德牌坊 绿色的楼梨亚顶 飞禅喜国 我再走一些看真客 捐港币方名楼礼 楼德华30万 楼达然3万元 捐得最多就是楼德华先生 这座德育馆 估计都是1997年7月1日落成 配合香港回归那天 这个德育馆的 旁边就是楼市中池 一开三进 这个中池后面 这一条行 就有一间 远昌小学 估计这个德育馆和远昌小学 都是一班 港澳同胞 可乐乡亲 有捐钱捐建的 后面有一座德育馆 那几个字就是楼德华提导的 旁邊這些池塘破壞得很嚴重 我看到這些布局曾經住過很多村民在裡面 因為有房間有廁所 屋頂藍色虎面型的瓦桶裝飾 還保留得很漂亮 這些是舊時候扭下來的 那些麻石柱全部是有柱座的 裡面的四條頂樑木柱全部是有麻石柱座的 另外一座叫做谷普樓公尺 也是破壞得很厲害 它前面都建了一個士多殿擋住一邊 在山場和屋頂之間那些壁畫全部都抹光了 剩下的就是這個大門口 百年老宅的殘骸保留在這裡 其實前面這個部分已經是破壞得很厲害 這個門樓都倒了 前半部分已經是不知所蹤了 那些門樓和建築物全部都破壞了 不過後面屋頂那條龍船隻 和前廳那條駁古隻 都更隱隱約看到 明顯就是傳統那種民居布局 前低後高 從破壞得很厲害殘留下來的這個門樓 來看 舊時這一戶肯定是大戶人家 這個門樓都破壞了 現在估計住在裡面的都是那些外來人 過來撿垃圾那些 因為我看到裡面亂七八糟 是很高的 我在雷布村走到這條蝦日方五巷 看到有一座 類似於中國四大民居之一的四合縣 這裏有門牌叫做蝦日方四巷 只不過去正門口改造過 舊時不是這樣的門口 現在是一些不秀鋼門口 今天我就拍攝分享到這裏 非常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捧場支持陳道遊專業地接的頻道 拜拜